大家好 我是方小柔 也是即將在1月25號節目的方小柔 謝謝秉珍姐 恭喜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開朗 而且非常有想法的一個心人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我們盡量在多空上面 把她的味道跟氣質整個呈現出來 她也非常的時尚 謝謝秉珍姐姐 整體上面我們都覺得很棒很棒 對啊 因為我覺得在蘇菲亞就是在試婚紗和胎婚紗 甚至是說那個秉珍姐在討論自己的婚紗概念的時候 是非常有很感動的感覺 很像就是跟著自己的家人 然後在挑屬於自己的夢中婚禮的那個樣子的婚紗 所以雖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黑色可能會是一個比較跟傳統比較不一樣的顏色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語言呢 就是在自己的婚禮上面 都是希望可以以自己真的夢想中的那樣子的婚禮呈現 所以其實謝謝你幫我設計這麼棒的一個黑白的婚紗 讓我今天看起來好像開演唱會喔 我揭曉了其實真的她那人也蠻蠻nice的喔 真的是你看她的笑容燦爛的像一朵花 所以呢即將結婚的人是不是都這樣的心情啊 對其實真的很緊張 然後就是其實月燙現在已經在倒數不到20天的時間要結婚了 然後這幾天可能工作也多然後壓力也蠻大的 就是開始要排很多一些婚禮的細節的東西 然後再包括現在也在看我自己的婚紗照 就是那個感覺是好特別好特別 所以就是整個人就在呈現一個惶神 或有時候會特別緊張的狀況像我現在 其實結婚的心人一般都會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祝福滿滿 希望你們白桶協勞 謝謝 永利愛合 謝謝請珍姐 謝謝謝謝蘇菲亞 謝謝 那小羅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結婚當天會穿什麼樣的 哇 講到禮服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也很感謝蘇菲亞可以給我這樣的空間 讓我在婚紗的要求上面是可以一改再改 然後因為我的個性真的是相當龜毛 然後也希望自己的婚紗的設計呈現 可以像比真姐今天幫我設計的這樣子 這一套這麼的完美 所以現在還在一直在討論設計當中 隨時都會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自己也不曉得當天的婚紗的呈現 會是什麼樣子啊